大家好, 又是Duby 時間了 今天就教大家做燈籠 是用冰冰燈籠 我想都沒什麼人有的了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訂閱我和讚我 我們就開始教大家怎麼做 首先我們介紹材料 就是這些豬 大約4mm 針和線 我們現在開始了 我們開始了 首先穿了4粒豬 放在下面最尾 之後我們把針穿到最後的豬 這樣 變成一個四方形 我們再把針穿到旁邊的豬 就是這樣 之後我們再穿3粒豬 穿了3粒豬之後 我們再把它穿到這個位置 好了, 變成兩個四方形 兩個四方形之後 我們繼續穿到這個位置 然後再穿到這個位置 之後我們再穿3粒豬 然後我們再穿3粒豬 我們再穿3粒豬 再穿3粒豬 穿3粒豬 然後我們要把針穿到這個位置 然後再穿3粒豬 再穿3粒豬 然後我們就要穿3粒豬 這樣就變成3 demographic 然後我們繼續把線 穿到對面的豬豬 就是这样 现在已经有三个四方形了 接着我们就继续穿三粒珠 三粒珠 三粒珠 接着又是这样 就在另一边穿上去 就变成四方形了 接着我们就继续穿对面粒珠 大约穿到十 最底的有十粒珠 这个位置有十粒珠 十粒珠 我们为之一行 就是这样 十粒珠之后 我们要十粒珠 之后我们就把线 拉上去穿到顶的珠 之后我们就穿三粒珠 穿三粒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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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相反方向的位置穿过去 顶部就有另外一个四方形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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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穿三粒珠 这样 接着我们把一条线 穿上去旁边的珠 就变成这样 之后我们就穿两粒珠 穿两粒珠 穿两粒珠 接着就在这个位置 看到吗 接着就穿过去 这样就变成另外一个四方形了 再穿两粒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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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穿两粒珠 再穿两粒珠 又变成另外一个四方形 再穿 这样就连续穿 穿上去穿到大约十几行 十五行 似乎你想要多大 大约弄了一块这样 大约长的位置十五粒珠 大约十粒珠 我们要弄四块 我弄了四块这样的珠 这块我特意弄了一些图案 自己穿了一些图案 是一只猫猫 之后我们就开始缝上去 缝上去我们就先穿了一条线 在这个位置那里 然后把线令它不好移动 我们就尽量把线打一个圈子 这样 这边要拿着一条线 让它脱了出来 然后呢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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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它 那我们的条线就是在顶上 然后呢 就将两个这样缝上去 当然啦 我们就首先呢 就要 穿一粒珠 然后呢 就将它 一粒珠 然后我们就把它 穿上另一个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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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上高又穿了一粒珠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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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我们就穿上第二粒珠 之后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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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粒珠之后呢 那我们呢 就再穿下这个粒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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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之后呢 就再穿一粒珠 对 然后呢 就穿上上面 那 然后我们就继续穿 穿到底部 我们就缝好一块 缝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中间用了不同的猿猪 看出来就会知道缝口在哪里 我们就继续缝了那两个四块 缝到一个圆形 我们就缝好之后就像一个袋子 之后我们就整个框框 用来整个固定它 一个四方形 我们就预备了一些 铁线的铁线 之后就穿过去顶部的猪 我们现在开始穿了 就将这个铁线 我们就看 我们就看了 我之前缝了的位置 就是用圆猪的 我们就找回圆猪 比如这个圆猪到这里 我们就用一条铁线 然后就这样穿过去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走 穿过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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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有些 对 難穿一點 因為有些線在 但應該是穿得過的 因為鐵士那個 都不是很厚的 我們還有少量 我們就穿過了 穿過了 穿過了 我們就 把圈子做到 大約穿了這樣之後 我們就把圈子做到底部 這邊就要此類推 先把圈子做到 這樣 然後我們就剪了 多了出來的位置 然後 把圈子做緊 把圈子做到 無憑它是直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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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們下一個 又繼續穿著它 剪得平一點 然後呢 就圈著它 因為其實是 這個 比較容易做的應該 對 那我們 然後呢 再繼續穿它 再繼續穿它 那做好之後呢 我們就變成這樣 鐵線的 這樣 就是這樣 這樣 這樣 可以站在這裏 然後呢 用線 這樣 就 繞住這個位 對 穿過去 穿過去之後呢 就繞住這個位 對 就是這樣 我們只需要兩條線就可以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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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我們呢 這樣 穿過去這個位 對 穿過去 對 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吊起它了 對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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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們就可以 綁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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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底面都穿上鐵線 跟著又兩邊 都穿了繩之後呢 這樣 我們就可以 吊著它 這樣呢 就吊著它 這個 這個 竹籤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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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綁住它 就可以了 就是一個 冰冰燈籠 我們已經完成了 那呢 大家覺得美不美呢 還有幾日就是 這個中秋節了 那你就 還有幾日時間 可以做的 大家 快點做吧 今天就是這麼多 記得subscribe我 和like我 就是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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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